虽然若台风虽然没有直接入侵台湾 但菜价已经先开涨 其中涨最多的就是葱了 涨幅来到三倍 青葱白菜塞进袋 婆婆妈妈人手不止一袋 虽然台风慢慢走 但菜价却让人很有感 民众抓紧时间赶紧囤货 大台北地区国菜批发市场 三号的蔬菜批发价 每公斤来到37.5元 虽然比起前一天下降0.6块 但跟本周价格相比依然偏高 花椰菜每公斤68.7元 相较发布海景前上涨7块 涨幅大约一成 小白菜从31变成40块 涨幅近三成 青葱每公斤破200 相较台风前也有一成涨幅 菜价标涨不仅民众苦喊 荷包钥匙血拉 店家东西卖不出去也很苦恼 除了大台北地区 云林西螺的国菜市场 因为这两天到货量比上周减少五六十公顿 叶菜类批发价为涨一成多 菜王高丽菜涨幅最惊人高达四成 只是民众关心 明明台风没进来 为何菜价闻风就涨 对此农委会解释 是因为民众会有预期心理 台风来先扫货 交易热络才导致菜价上扬 但这个说法 每次台风都被搬出来 民众都听你了 TVBS新闻六月怀孕节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